我儿子最喜欢吃豆腐 今天来分享一款他超爱吃的豆腐包 准备几只鲜虾去头去可 鲜虾剥好过一次清水捞出备用 提前泡发的香菇清洗一下 洗好后把它的水分挤干 挤干后放一边备用 准备半个胡萝卜切片 切少许姜片和两根葱段 准备两块老豆腐切三角块 最后再准备半碗幼末 热锅下油我们先来把豆腐煎一下 火不要太大中小火慢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 一面煎好反过另一面继续煎 豆腐煎至两面金黄后盛出备用 锅中加入少许油 放入姜片爆香 姜片爆香后倒入肉末炒至变色 炒至变色后加入香菇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胡萝卜 加入适量的盐 来点生抽 炒水的蚝油 先给它翻拌一下 翻拌均匀后倒入豆腐 加入一大碗的清水 盖上骨盖 调中火炖十分钟 十分钟时间到 把肉先香 再次盖上锅盖 焖多一分钟 时间到了 淋上少许的水淀粉 撒上葱段 最后来点八蒸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关火把它转到砂锅中 调大火把它烧开 好了烧开了 关火开始 一道美味的豆腐包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外酥里嫩的豆腐 吸收了鲜虾和香菇的味道 入味鲜香 营养丰富 而且还超级下饭哦 天冷的这样做一锅 配上两杯小酒 吃到建锅底还热气腾腾的